这几次会议释放出的多边主义的信号还是非常强烈的 这反映出了多边主义大势所趋 违背多边主义就会对本国对世界造成不利的影响 从美国来看 那么美国国内政治发生了变化 拜登政府上台以后 他抛弃了或者说调整了特朗普时期的单边主义 他要加强与盟国的关系 在一些涉及到美国利益的问题上 与中国和俄罗斯也要展开合作 这表明这样做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那么从欧盟来讲 欧盟并不赞成美国提出的 要和欧盟加强应对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欧盟认为他不愿意选边站队 希望和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也不会受到美国的影响 因此欧盟的多边主义的愿望更加的强烈 那么这也说明多边主义在当今世界是成了一股潮流 是不可逆转的 因为这样做符合世界的潮流 符合各国的利益 因此这几次会议所释放出来的信号 我个人认为是积极的 是有利于今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